欢迎收看全球趋势新闻 我是徐新阳 埃及首都开罗在4月3号展开了一场盛大的法老黄金游行 把原本放在埃及博物馆的22巨法老与女王的穆乃伊 搬到新成立的国家文明博物馆 这场游行长达40分钟 身世浩大 每个车队都有金色花纹装饰 还有许多穿着古埃及服饰的男女 一同护送穆乃伊 今天就带您来看 穿着国埃及穿凤服 驾着马车 护送着一台台载着木乃伊的金色花车 4月3号晚上 埃及首都开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法老游行 把22具木乃伊 从原本的旧博物馆 移到5公里外新开的 埃及国家文明博物馆 预计在15天的收复保养后 再度公开展示 这次移动的木乃伊多半来自西元前1539年到1075年间的埃及新王国时期 其中著名的法老有统治王国67年把国家带领到鼎盛时期的拉美西斯二世 还有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女王 这场游行盛大精彩 连埃及总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负责人也出席参加 不过部分网友却担心 游行是否会引起法老的诅咒 毕竟埃及近期灾难不断 先是3月20号 苏伊士运河遭床次轮搁浅维度 造成数十亿美金的损失 3月26号在北部地区又发生火车箱中的意外 造成32次91伤 埃及每年观光客人数都有至少一千三百万人 2020年新冠肺炎冲击下掉到仅剩350万 埃及政府如今用这场游行 希望再次唤起大众对穆乃伊的好奇心 借此重振埃及的观光产业 印尼和东地瘟受到了强烈热带气旋的影响 5日暴雨导致多处地区出现40年来最大最严重的洪灾 造成至少70人死亡 超过70人失踪 在东地瘟则造成21人死亡 每年11月到4月是印尼雨季 受到洪灾影响的地区房屋被洪水冲走 还有桥梁被冲垮 2600位灾民被迫在好雨中撤离家园 印尼总统佐科威除了发表声明 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外 也强烈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 对受灾地区伸出援手 及协助居民撤离 印尼气象预报 提醒9日前还会再出现极端降雨 呼吁民众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尽早避难 东地瘟首都地利市区出现停电情况 就连总统府也淹水 当局表示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再攀升 俄罗斯一个求职网站 针对超过300个城市 各1000名的求职男女做调查 选出俄罗斯最有魅力行男 结果您可能想不到 今年68岁的总统普丁高票当选 而根据俄罗斯5号公布的文件 已经掌权20多年的普丁 已经签署法案 通过立法解除总统的连任限制 意思是 接下来要是他在选上 就能再做两个六年 当总统当到2036年 打完疫苗 俄罗斯总统普丁决定扩大访问范围 权力一把抓的普丁 已经掌权20多年还不够 如今新法通过 未来总统只能当两任 但他的任期先重新归零 2024年任期满了之后 普丁要是在当两届总统 可以一路做到83岁 决定了解决定的决定 但是他不會強壞 因為人們只會記住 現在就要把骨頭打開 他們自己在去投票 剛剛是穿著正式的普丁 現在是俄羅斯最帥男 騎雄不是真的 但騎馬是真的 普丁也許是世界上 最常裸上半身的國家元首 烈日下在野外狩獵 在河裡有疊是秀雞肉 釣魚悠閒的曬太陽 連老虎都不怕 舉手投足滿滿的男性 荷爾蒙 這首歌說明了一切 俄羅斯大型求知網站 對2000名男女進行面對面調查 高達18%的男性 和17%的女性 認為普丁是俄羅斯最有魅力的男人 完勝其他運動員或男藝人 這位俄羅斯總統 一舉一動到一貧一笑 都備受關注 英國央行最近公布了 最新版的50英镑紙幣 設計上面的新年孔 是被誉為人工智能之父的 數學奇才 艾倫圖圖林 而這版50英镑的新紙幣 將在今年的6月23號 也就是圖林生日當天開始發行 我認為它看起來有很多 圖林最出名的就是在二戰盟軍,打敗納粹德國,立下漢馬功勞,他破譯了德軍的密碼,了解了德軍的動向,掌握了戰爭的主意。 英國政府通訊總部還推出了一套號稱是史上最難謎題,總共有12個需要破譯。 難度逐步增加,當局的破譯專家說,一個有經驗的解碼高手,應該能在7個小時內完成解謎。 美國喬治亞州的共和黨籍州長坎普上個月25日不顧民主黨的強烈抗議,正式簽署了一份由共和黨主導的州政府選舉改革法案。 這個法案對於不在籍投票和選舉投递箱的使用做了改變,並要求選民提供額外的身份證明,設立選民登記系統,交叉檢查選民的資格。 民眾排隊等待投票時,不管時間再長也禁止提供給民眾飲食飲水,違者通通犯法,新法被質疑會影響到非裔及少數族裔投票權,引發強烈抗議。 I did mail-in ballot, too,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I don't want to be around everyone. I've already had corona, but that made me that more scared to be getting it again. So, I agreed with the mail-in ballots, but I can see their point where they want to have identification showing, you know, that you are who you are, because I do believe there's a lot of fraud that goes on. I didn't have an answer either. I'm not sure how we could take care of that, other than to make the rules stricter, but that really upsets a lot of people. It's an atrocity. The idea, if you want any indication tha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fairness, nothing to do with decency, they pass a law saying you can't provide water for people standing in line while they're waiting to vote. You don't need anything else to know that this is nothing but punitive, designed to keep people from voting. You can't provide water for people about the vote. Give me a break. 美國總統拜登不僅反對新法,更批評這是21世紀的吉姆克勞法,也就是種族隔離法。 新投票全法,引發激烈辯論,連企業也被逼得必須發生。 打美航空、可口可樂等大企業,原本保持中立。 央焉被抵制之後,也發生譴責新法。 美國職棒大聯盟MLB也宣布,取消在喬治亞州亞特蘭大舉辦的明星賽。 例上今天帶您回到1928年,這一天是獲得諾貝爾生理或醫學獎的得主, 發現DNA雙螺旋結構的學者詹姆斯·华生的生日,出生在美國芝加哥。 人類對DNA的了解,其實是一直到近50年來才有大幅的長進。 华生在1950年年僅25歲的時候,取得了遺傳學學位博士。 接著在隔年,碰到了他這一生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弗朗西斯·克里克。 兩人花了近兩年的時間待在英國劍橋的實驗室, 透過X光、繞射等方式研究DNA。 最後在1953年發現DNA的雙螺旋結構, 同時也解答了DNA是如何自行複製、分裂的方法。 後來兩人因為這項重大發現,得到諾貝爾獎的肯定。 不過華生後來因為一系列種族與性別歧視的不當發言, 被迫離開美國紐約的冷泉港實驗室, 甚至被剝奪了所有榮譽頭銜。 謝謝您的收看,不要忘記訂閱和分享全球趨勢新聞, 並開啟小鈴鐺,我們下次見。 請多等待小鈴鐺,我們下次再見。 請多小鈴鐺。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